帅气小奶狗和一对夫妻被困孤岛 绿帽来得顺理成章 前夫哥该和小奶狗怎么相处 一边是激情四射的新欢 一边是腰缠万贯的旧爱 女人又要怎么选择呢 富商杰克和妻子珍妮 好友乔治夫妇一行四人 计划乘坐马瑞塔尼号游轮 去海上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他们来到港口 船长麦森热情过来迎接他们 高大帅气的服务生比尔 很快就吸引了女人们的注意 乔治夫人悄悄和珍妮嘀咕 比尔性感的前女友追来了港口 女人刚怀孕 但比尔却要执意和她分手 女人毫不客气地给了她一个耳光 感觉丢了面子的比尔 反手也给了她一个 女人恶狠狠地诅咒比尔 渣男自有天收 之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游轮开始在海上航行 愉快的假期开始了 晚饭时杰克招呼比尔上桌和大家一起喝点 比尔是个自尊心极强的穷小子 他感受到了杰克的傲慢 这些有钱人呀 总是因为自己的富有看空一切 比尔努力保持微笑 谢绝了杰克的邀请 杰克讨了个没趣 不忘在她走后跟同伴们一起挖苦她 比尔的房间就在杰克夫妻的旁边 晚上睡觉的时候 听着两人此起彼伏的嬉笑声 比尔的鼻血呀 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心中的怨气更重了 第二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大晴天 女人们躺在甲板上的浴缸里 开心地聊着天 杰克钻出船舱 到处寻找比尔 比尔答应要帮他们准备啤酒 现在呀 却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杰克向船长迈森投诉比尔对他们的怠慢 看到金主爸爸这么生气 迈森立刻找到比尔 他正在厨房里帮女人们调制玛格丽特 迈森义正言辞地骂了他一顿 这也成功惹恼了比尔 迈森走后 愤怒的比尔折回来拿自己的泳镜 他想要去游个泳散散心 同事走过来想要劝劝他 毕竟呀 打工哪有不受气的 是吧 但比尔呢 已经打定主意不伺候了 天下之大自有流言处 他蛮不在意的 把抹布一扔就转身走了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 抹布竟然被扔到了烧烤的灶火上面 此时的游艇上 欢声笑语一片祥和 杰克和乔治 悠哉悠哉地坐在船头钓鱼 看到杰克钓上了大鱼 迈森为他大声叫好 女人们站在二楼上品酒 杰克夫人第一个发现了危险 此时的厨房已经被大火吞没 迈森拿起高压水枪开始喷射 但很显然面对这样的大火 一根水枪根本无息于事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迈森急忙把比尔招呼过来 让他带着四人快点登上救生船 在一片混乱中 大家争先恐怖后上了小船逃离 游艇也在他们离开没多久后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乌漏偏逢连夜雨 大火呀坐上逃生船没多久呢 就遇上了暴风雨 救生船被海浪一把掀翻 所有人都落入冰冷刺骨的海水里 幸运的是 珍妮和比尔被海水送到了一处没有人烟的小岛上 劫后余生的珍妮绝望地坐在海边 期望能看到丈夫杰克的身影 很快 海面上出现了一个漂浮的男人 珍妮快跑过去将男人拖上岸 是已经泡浮肿的麦森 比尔拉开惊慌失措的珍妮 努力对麦森施救 但麦森早已经凉透了 这点救援呀根本就无济于事 看着麦森的惨状 再想想杰克的命运 珍妮痛苦地趴在地上大哭 当晚海上再次风云骤变 下起大雨 又冷又傲的珍妮和比尔 蜷缩在破船下面相互取暖 卡坎为珍妮一切都会好的 是在给他打气 也是在给自己打气 本来呀不该有交集的两人 此时成为了对方活下去的希望 天亮后 风雨停歇 大海再次变得温柔澄澈 有着超强野外生存能力的比尔 珍妮先醒了过来 他决定去为两人弄点吃的 比尔在静岸的海底找到了一把尖刀 又发现了一个还算肥瘦的海螺 等他上岸时珍妮刚从梦中睡醒 比尔将原生态的螺肉早餐递给他 珍妮实在是有点难以下咽 问比尔能不能有其他的选择 比尔没有浇灭珍妮的希望 声称也许可以抓到鱼 但不能生火烹制也是个问题 珍妮却似乎觉得生活不是问题 珍妮瞬间无言以对 比尔让他先别想这些没用的 两人必须先搭一所房子 起码保证在暴风雨再来的时候 能有一个挡雨的地方 比尔爬上高高的椰树 割断树上巨大的叶片 他们又去海里找到了碎裂的渔网 和一块棚布 两人分工协作 终于在日落之前 搭进了一个简易的小木屋 比尔提一起去海里游泳放松一下 他三两步走到岸边 比尔吃身裸体的扎进了海水里 看着他在海水里舒展的模样 珍妮也有点心动了 珍妮也不是个怕事的主 衣服一脱也跟着下了水 海水果然能洗去疲惫 两人终于有心情凑在一起聊天 珍妮问起比尔 那天为什么要在港口打人 比尔坦白 是因为女人给自己戴了帽子 好奇的她想和珍妮聊聊她的故事 但口风急言的珍妮不愿多说 谁知这话激怒了比尔 毕竟没有自己 珍妮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 珍妮拒绝了和比尔继续沟通 转身游回海滩 比尔回到木屋时 珍妮已经躺下了 看到珍妮傲娇着蜷缩在一侧 比尔主动对她示好 第二天比尔醒来时 珍妮已经在海边坐了好一会儿了 比尔拿上涌镜和自制的鱼叉 想要去下海抓鱼 珍妮跑过来拦住了她 经过一夜的消化 她已经不生比尔的气了 心情大好的比尔 转身去海里一阵扑腾 十分幸运的 她找到了一只石精重的奥龙 就在她兴奋地举着奥龙 准备回去和珍妮分享时 意外发现了在礁石上 受烧昏迷的杰克 比尔将杰克扶了回来 看到杰克居然还活着 珍妮兴奋地冲过来抱住她 珍妮将杰克扶到木屋里 倒出掖枝给她杰克 她对着杰克问东问西 紧张和担心溢于言表 两人甚至当着比尔的面 忘情地接吻起来 清了一会儿之后 杰克才想起救命恩人比尔 忽厌地对她道了一声谢 看出杰克需要好好休息 珍妮和比尔独自去了海滩上 听着珍妮不断地感谢 比尔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知道睡了多久 杰克再次醒了过来 身上的疼痛已经减轻了许多 她努力走出小屋 正好看到比尔和珍妮 在不远处合力抓捕龙虾 听着两人的打闹声 杰克的内心 隐隐有了一丝醋意 他们回来的时候 发现杰克竟成功在海滩上升起火 珍妮对着杰克大声夸赞 问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杰克嘚瑟地说 是钻木取火 不过呢 很快就被珍妮发现 她身上的打火机 看到已经有心情开玩笑的杰克 一直担心杰克的珍妮终于安心了 她问起杰克乔治夫妇的下落 杰克无奈地摇了摇头 人在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无助 能活着再见 已经是多大的幸运了 两人再次抱在了一起 比尔不想再看到逆户的两人 离开去海里游泳 看到比尔走了 杰克那些憋在心里的话 也终于有机会说了出来 杰克对两人同吃同住很是不满 也对他们的清白很是怀疑 但是在现在这种艰难求生的环境里 珍妮觉得 她完全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知道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珍妮决定去海里游泳释放下 杰克在岸上做了一会儿 决定后退一步主动道歉 珍妮上岸后 她用丝巾将珍妮包裹了起来 杰克将衣服解开交给珍妮 转身也走进了海里 珍妮远远看着在海里游泳的两个人 努力清理自己对他们的感情 上岸后 杰克将珍妮喊到一边 她经过分析 推测比尔就是这次轮船失火案的纵活者 首先 失火事发突然 杰克却有时间提前拿好泳镜 而且失火在厨房发生时 她就在那儿附近 杰克越想越觉得 大伙和比尔脱不了关系 珍妮却听不进去 觉得杰克完全就是凭空异测 这时 比尔拿着鱼叉走了过来 今天的海浪太大 近岸没有什么收获 他准备去礁石区碰碰运气 比尔邀请游泳技术高超的珍妮和自己一起去 珍妮让杰克负责生活的事 起身准备出发 杰克一板拉住他 珍妮头也不回的跟着比尔走了 礁石区的鱼虾呀果然要多很多 比尔让珍妮等着自己潜入了海里 很快又带着一条肥瘦的奥龙回来了 看到比尔的战果 珍妮也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结果有泳镜 珍妮戴上后兴奋的前进水里 当看到似乎和自己近在咫尺的鲨鱼时 珍妮又惊喜又害怕 急忙探出头和比尔分享 手臂上却传来一阵刺痛 当两人带着丰硕的战果回来时 发现杰克在原有的木屋旁 搭了一个简陋的木棚 还让比尔在木棚和破船中选一个作为他的住处 比尔将鱼叉扔进了窝棚 示意自己就住在这 珍妮过意不去 称他们应该将木屋让给比尔住 看着情绪激动的珍妮 杰克的粗坛子呀彻底翻了 他坚信珍妮已经对比尔动了感情 珍妮给杰克看自己身上被水母咬伤的地方 谁知杰克却没有一句关心和安慰 他冷冷地表示 那是天上对珍妮不忠的惩罚 珍妮无言以对 他知道两人之间的隔阂 已经无可避免地产生了 珍妮转身去找了正在BBQ的比尔 他诚恳地向比尔道歉 不愿看到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杰克 很快也跟了过来 面对杰克不断地挑衅 比尔终于爆发了 如果一定要打一架才能结束 他乐意奉陪 珍妮也被比尔这句话吓了一跳 比尔称 自己将不会再帮杰克寻找食物 习惯了用金钱寻找优越感的杰克 自然有点慌 但他可不想在情敌面前露窃 声称自己可以搞定 但是 对于没有任何海捕经验的杰克来说 捕鱼之路实属不易 费了半天功夫 却只抓到了一只螃蟹 因为跟着比尔学过两天 珍妮自告奋勇 带他去海里找找看 果然幸运地发现了一只海螺 谁知 另一边的比尔 直接拎回了两条肥美的海鱼 杰克不愿认输 决定去礁石区不没运气 珍妮将海螺带回岸上 用石头砸开后 抓紧果腹 正在吃生鱼片的比尔 邀请珍妮一起吃 因为担心杰克知道了会生气 珍妮迟疑着不敢答应 比尔以死去的母亲启事 自己呀一定会为她保密的 架不住难熬的饥饿感 珍妮决定吃了再说 担心杰克随时会回来 狼吞虎咽后的珍妮 希望可以带一点鱼肉回去吃 确认她不会和杰克分享后 比尔大方地给了她一大把 珍妮回去生了火 将鱼肉插在树枝上 美美地吃了一顿 看到杰克从海里回来了 迎上去问杰克有什么收获 杰克在口袋里掏了半天 十分艰难地拿出两条塞牙缝的小鱼 沮丧的杰克想要抽烟解仇 当他拿起地上的木棍准备引火时 却意外发现了上面残留的鱼肉 珍妮立刻声称 一定是之前没吃干净留下的 这时比尔扛着一大捆鱼网正好路过 杰克猜出鱼肉来得不简单 他怒怼珍妮 让他牢牢把握和比尔的距离 珍妮已经快要被杰克的怀疑逼疯了 填饱肚子依然是头等大事 杰克和珍妮只能去海滩上捡点螃蟹垫拔一下 直至正好看到比尔去他们的火堆里引火 杰克怒气冲冲地跑过来和比尔理论 比尔不愿承认 称是海风将火星吹过来的 杰克气得一脚踢起沙 直接把比尔的火堆扑灭 比尔拿起木棍开始暴击杰克 两人在沙滩上扭打起来 根本听不进珍妮的劝解 比尔愤怒地去木口里拿出鱼叉 担心冲突再升级 珍妮不愿把刀递给杰克 但这在杰克看来却是珍妮在保护比尔 更印证了两人有私情 知道在僵尺下去对自己没有好处 杰克拿走了比尔的鱼 称这是他营火的补偿 一场风波总算是暂时平息了下来 午后杰克趁着比尔睡着 偷走了他的泳镜 睡醒后的比尔 看到杰克在海里忙碌的身影 再看看自己丢失的泳镜 气愤地冲过去找他算账 比尔将珍妮拖到岸边 两人终于不再回避心底的欲望 荷尔蒙爆发之后 珍妮很是懊悔 他叮嘱比尔 一定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杰克 另一边有了永静的助力 杰克终于成功捕捉到了海鱼 但不幸的是 自己也被鲨鱼盯上 幸好杰克反应灵敏 成功从鲨鱼嘴里逃了回来 他满意地拎着海鱼回来 把永静扔给了躺在床上的比尔 回到木屋之后 杰克兴奋地和珍妮说起 刚刚自己杀口逃生的经历 珍妮却一脸疲惫 眉睛打彩地敷衍着他 杰克再转头看看 另一边同样心神不灵的比尔 这一刻他终于确定 自己已经被两人戴了绿帽子 愤怒的杰克一把将他丢到了比尔的木棚外 比尔心疼地跑出来 把珍妮抱在怀里 看到杰克一直没出来 珍妮又有点坐立不安 虽然已经找到了新欢 但两人毕竟是多年的夫妻 他对杰克一时之间也很难完全放下 比尔知道珍妮内心的纠结 提一起跳个舞开心一下 珍妮配合着比尔 两人一起在沙滩上热舞 忽然珍妮看到树从后面那双熟悉的眼睛 原来杰克一直在默默看着他们 珍妮不知道怎么继续 默默地松开了比尔的手 之后的日子里 杰克撇开了两人 开始独自荒野求生 他用找到的胶带和塑料瓶 给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的泳镜 一天天泡在海水里 苦练抓鱼的技术 这天他意外在深海里发现了一艘沉船 虽然沉船底部有点破裂 但是主体还是完好的 一星想要逃离小岛的他 如获至宝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船拖到了岸上 珍妮和比尔看到后 急忙跑了过来 比尔提议可以帮忙一起修复 被杰克断然拒绝 热脸贴了冷屁股 比尔扭头走了 珍妮似乎早已见怪不怪 杰克开始努力给沉船捕上窟窿 看到杰克去意已决 珍妮走到他身边 杰克称自己明天就会把船修好 离开小岛 其实离开这里 何尝不是珍妮的心愿呢 杰克探出了他内心的波动 珍妮知道 小度机长的杰克 不可能带他一起离开这里 他如果想要登上这艘小船 离开小岛 必须要找到别的办法 晚上 珍妮和比尔一起去海里游泳 他知道杰克就在不远处 珍妮故意表现得和比尔亲密无间 就在比尔沉浸在珍妮的温柔乡里时 珍妮怂恿他去偷船 杰克早已猜出两人的计划 为了报复 他决定将计就计 他故意将修好的船留在岸上 然后出发去海里潜水 比尔急毛寒醒熟睡的珍妮 两人火急火燎奔上了船 远远的杰克看到这一切 装作很生气朝他们奔跑过来 看到珍妮和比尔成功把船开远了 杰克坐在沙滩上 悠闲地喝起了椰汁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向前推进 本船航行了一段时间后 珍妮发现 之前杰克修补的缺口开始漏水 船渐渐地沉入了海底 珍妮和比尔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跟着海浪浮沉 两人游了整整一天 终于再次回到了小岛上 杰克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大踏步地走向比尔 将鱼叉狠狠地扔向他 杰克将珍妮绑了起来 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引出逃跑的比尔 果然比尔很快就出现了 他从背后伏击杰克 将他按在地上狠狠抽打 杰克自然也要重重地回击他 趁着两人扭打在一起 珍妮拼命自救 他爬到高处 想方设法地解开了绑住自己的麻绳 成功脱身后 两人将杰克推到了火堆里 当杰克灭完火回来时 他们已经消失不见了 确认杰克没有跟上来 珍妮开始帮比尔包扎伤口 不愿再看他和杰克打打杀杀 珍妮提议两人找个地方躲起来 比尔却不愿就此作罢 男人们将决战约在了树林深处 杰克拿着武器冲向珍妮和比尔 却在奔跑中不小心跟丢了二人 就在杰克失去方向时 一滴鲜血滴倒了他的头上 他们果然躲在上面 直到比尔的身体已经透支 珍妮哀求杰克可以放过他 但杰克脑子里只有仇恨和愤怒 他对着比尔扔出鱼叉 比尔侧身躲窄 从树上掉了下来 眼看杰克就要对比尔下手 珍妮跳到了他的身上 他摸到杰克的刀 努力想要扎向杰克 比尔搬起石头 却因为体力不支 人和石头一起向后摔倒 身体被尖刀刺穿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艘游船忽然出现在了小岛上 看着从船上下来的男人和孩子 珍妮喜极而起 男人一家热情地将珍妮带上了船 并拿出食物招待他 珍妮大口大口地痛快吃起来 捕鱼的杰克很快也发现了游船 当看到珍妮已经在船上 他兴奋地和他招手 却发现船越开越远 珍妮和游船一起离开了这个 写满欲望阴谋和争斗的小岛 留下杰克独自一人 感受人性的险恶 荒岛惊魂没有鬼 没有怪 没有自然灾害 但却拍出了最让人类惊悚与恐惧的背叛故事 在一个没有法律和伦理约束的小岛上 一个刚认识的陌生男子 胜过了恩爱富裕的赵 男人为了争夺女人大打出手 而女人一旦变心有了新欢 就把旧爱当成敌人 是人性的丑陋 还是受欲的横流 背后的思考 见仁见智 感谢观看